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政制改革決議案 修改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展示中央的立場 重申,立法會區議會功能組別經普選產生並不恰當 但泛民23個議員堅持,如果政府不修改就會否決方案 我們先看看喬曉陽如何解釋普選的定義 喬曉陽在大約15分鐘的講話內容中說 注意到香港近日有關政改的討論 要求中央表明普選的定義 他說普選應該是普及而平等 但也都要因應各國的不同來達致普選 對於什麼是普選,基本法沒有做出定義 我理解普選的核心內容 就是保障人人享有平等的選舉權 不過依如國際上的一般理解 有關選舉的權利是允許法律做出合理的限制的 世界各國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 採用不同的選舉制度來實現 喬曉陽說,基本法明確規定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最終要達至普選的目標 但他首次表明將來行政長官的提名方式 會跟現在不同 普選時提名的民主程序如何設計 需要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深入的研究 對於有團體建議,區議會六個議席 由區議會民選議員提名 再由全港選民投票選出 他認為香港社會不認同這個做法 而政府提出由區議員互選產生比較恰當 喬曉陽又說,明白香港社會對政改方案 仍然存了一些大的分歧 但他認為這是正常的 又說香港的政制發展已經到了重要的時刻 呼籲立法會議員和政黨要求和傳議 支持通過政改方案 武線電視處北京記者譚美琦報道 政府提交的2012年政改決議案 預料立法會今月23日表決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表明 讓步的空間很小 政府向立法會預告會在今月23日動議 修改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 分兩項議案給立法會表決 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 政府建議將800人的選舉委員會加到1200人 四個界別各增加100人 提名門檻由100個選委增加到150人 2012年立法會選舉就建議加到70席 功能組別和地區直選各加5席 根據人大常委會07年的決定 只能夠由特區政府提出政改方案以及修正案 意味著議員只能夠通過或者否決政改方案 不能夠提修定 至於新增的立法會和選委的席位如何產生 到議案獲得通過之後 才會在本地立法程序的時候處理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表明 政府讓步的空間非常有限 例如我六位區議會的代表 是否透過比例代表制互選產生 這些在本地立法的層面處理 所以其實空間是十分之實 但是我們仍然會努力爭取每一位議員的支持 他說中聯辦和溫和民主派 已經打開了溝通的大門 呼籲議員尊重多數人希望政制向前走的議員 領連政府提出政改方案初期也都說過沒有讓步空間 看不到這個方案裡面最重要的元素是有需要任何的改動 民主派反對 到投票前兩天政府讓步提出分階段取消委任的區議員 這項調整是整套政改方案的一個組成部分 但05年的方案最後都被否決 今次兩項議案同樣要獲得全體議員三分之二支持 即是最少要有40票才可以通過 無線電視記者何文文報導 泛民主派23個立法會議員聯署 指如果現有的政改方案 不撤回和修改就會否決方案 民進聯認為泛民的方案將來也可以討論 如果否決大家都是輸的 民主黨說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的講話 進一步解釋了普選的定義 但未能夠釋除他們的疑慮 所以難以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 他更加並沒有回應到港大市民最強烈的一個質問 就是享有政治特權的功能組別 還會不會在所謂實行普選的時候 普選立法會的時候是被取消 這一點是完全不但沒有保證 沒有清楚說明 甚至他還說到要研究 我們作為民主黨的幾位負責人 我們覺得是真的難以支持 2012這個政改的方案 撤回政改倒退方案 連同民主黨9個議員在內合共23位泛民議員 和38個民間團體發表聯署聲明 要求政府撤回政改方案 以任何重新提交的方案 都必須回應落實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舉 廢除功能組別和取消委任區議員 泛民說如果政府拒絕撤回 會撤起23票反對 即是政改方案就很難抽夠40票通過 很多聲音擔心民主派會分裂 但事實上大家不需要擔心 其實民主派的目標全部都是一致 而且大家都清楚知道現在政府建議的方案 是完全是民主倒退的方案 表明支持方案的民建聯和 政改方案一旦被否決 大家都是輸的 他説希望各方早日尋求共識 無線電視機仔 郭永琴報道 無線電視機仔 郭永琴報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